这幅画作来自著名的画家皮克曼 画中的背景是一片荒凉的墓地 主角是一只石石鬼 也就是传说中专以尸体为食的怪物 画家皮克曼在75年前神秘失踪了 至今下落不明 如今皮克曼的画已经被炒到了十万美金 关于他的下落也成了未解之谜 时间一转回到75年前 那时候的皮克曼还未成名 他在艺术学院教授绘画 学生也都是一些有钱人家的名媛 玛丽好奇地询问 画上的石石鬼是真实存在的吗 皮克曼笑着说 当然是真实存在的 是他大半夜不睡觉 守在墓地看到的 女人扑斥一笑 这老师真的好幽默又迷人哦 玛丽既是学生 也是皮克曼的爱慕者 她将自己比喻成鲜花 只需要皮克曼一个眼神 她就会彻底沦陷 慢慢枯萎 玛丽是个富婆 她甚至在画展上 买走了皮克曼的所有画作 安丽说这么一个又漂亮又有钱 又善解人意的女人追求你 是个男的都会考虑一下 可皮克曼偏步 她总是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她说自己的灵魂 本质上就是个恶魔 任何靠近她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由于不能帮学校留住客户 加上她的话都非常的负面 为了不给名媛们造成心理阴影 校长只能把她给开了 皮克曼失愿了 让本就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玛丽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她是如此的迷恋皮克曼 却还是遭到了冷冰冰的拒绝 画家是好画家 就是脑子不太好使 即便是如此 玛丽依然对着皮克曼穷追猛打 不是说女追男隔层沙马 原来都是骗人的 玛丽想光顾皮克曼的工作室 再次遭到了言辞拒绝 你知道吗玛丽小姐 传说有一种生物 他们咒服夜出 半人半兽 散发出腐蚀一般的恶丑 只能生活在地下 幽暗的隧道里 每当夜幕降临 他们就会爬出下水道 绑架漂亮的女人 回去反映后代 这种生物 就是她画上的怪物 食食鬼 皮克曼这是暗示 自己住的地方有食食鬼出没 尽管很害怕 可玛丽觉得男生只是吓唬自己 想让她智男儿推罢了 皮克曼住在北角区 那是一片其毒贫 抢劫 各种犯罪的肮脏之地 警长竭力反对她去那种地方 警长告诉玛丽 据说不久前 北角区的墓地丢了好几具尸体 还失踪了好几个深夜外出的女性 说不定那里真的有食食鬼 她晚上去墓地偷吃尸体 绑架单身女子 回去繁衍后代 可是爱情让人盲目 玛丽还是独自来到了这片危险的社区 皮克曼的画室灯还亮着 她用力敲打破败的大门 呼唤着男神的名字 浑然不知 一只可怕的怪物正透过窗口 泰兰地盯着自己 大门没有上锁 玛丽走进昏暗的房子 这里破败不堪 到处都是蛇虫鼠蚁 阴森可怖的阁楼上 便是皮特曼先生的工作室 她的画作充满惊悚 诡异的味道 画中的怪物浑身都是长长的毛发 字牙咧嘴 瞪着雪红的眼睛 仿佛下一秒就会冲出画作 将她生吞活泼了一半 皮特曼很生气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语气带着几分愉怒 眼神中却充满惊恐和担忧 你必须要马上离开这里 玛丽小姐 一个漂亮多情的大家闺秀 三番四次向她表白 甚至为了她奋不顾身 来到这片充满危机的地方 就算是块石头 也该污热了不是 皮特曼不为所动 只是不断恳求玛丽离开这里 门外突然传来诡异的沙沙声 皮特曼叹气道 该死 你进来不及了 她让玛丽躲在这里不要出去 随后一个人走出了画室 玛丽继续观赏皮特曼的画作 画上是少年时期的皮特曼和她的母亲 联想到关于石石鬼的可怕传说 玛丽终于明白 皮特曼是石石鬼的后代 石石鬼当年掳走了她的母亲 生下了皮特曼 为什么她不愿意接受自己 那是因为不久之后 她也会变成半人半鬼的怪物 门外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突然 皮特曼停止了咒骂 紧接着 一只可怕的大手 直压一声 拉开了画室的门 这便是传说中的石石鬼 他们绑架年轻女性 带她暗无天之的地窖 当作繁衍机器 皮特曼挣扎着爬起身 与石石鬼做着殊死搏斗 他们扭打成了一团 皮特曼死了 石石鬼顾不上逃跑的玛丽 扛着新鲜的尸体 回到她那肮脏的地窖 趁着热乎 还能吃得新鲜的 不久之后 玛丽带着警长 回到了皮特曼的画室 她委托警长找来尼瓦匠 将地窖的出口 牢牢封死 那个神秘的男人 用生命保护了自己 即便不能在一起 一人爱你如初 此生不回 时间一转来到了75年之后 一位年轻的租客 在阁楼上发现了皮特曼的画作 生前默默无闻 此后一夜成名 如今皮特曼的画作 已经被炒到了10万美金 年轻的租客发了一笔横彩 可他还想要更多 于是带着人 仔仔细细搜寻了 房子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在地窖 发现了一个被水泥封死的井口 这里面是空性的 说不定藏着更加值钱的东西 两个人急不可耐 操起工具 用力击打厚厚的砖土 这集故事改变自著名科幻小说家 霍华德·菲利普·诺夫·克拉夫特 代表作品《星之惨》 《克苏鲁的呼唤》 他是克苏鲁神话的创造者 后期所有关于克苏鲁的神话故事 都是以他创办的小说为基础 整理完善的 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恐怖小说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男主皮克曼的扮演者 是第十二届嘎纳影迪的获得者 布拉夫德·迪尔曼 他是逃离星球中的路易斯博士 诸门聂种中的富家公子阿瑟 还是1978年 老板是人鱼的男主保罗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江灵慧 阿维秉弃凝神 嘴里呼惯着王灵的名字 突然 密不透风的室内狂风大作 灵鼓仿佛有生命版 在大家的头顶飞舞 伴随着击打的节奏 王灵终于现身 鬼魂一边呼唤着妈妈的名字 一边随风飘荡 她是穷子太太刚刚过世的女儿 女儿给母亲留下一只毛绒大象 这是她生前最爱的玩具 母亲抱着玩具 气不成声 突然 鬼魂消失了 阿维抱怨道 说了多少次 不要试图触碰鬼魂 你看 吓跑了吧 可对于一个私女成狂的母亲 贪贺容易 阿维是当地有名的通灵师 参加降临会的 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过阿维表示 她的精力有限 一次只能召唤一个亡灵 每召唤一次 就需要休息一个星期 客人们只能扫心里去 助手胖胖叼着雪茄 送走了客户 伤心的母亲拿出一大厚厚的现金 了表谢意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啊 我通灵只是为了助人为乐 不是为了钱 阿维边说 边为难地接过现金 客人散场后 阿维卸去了伪装 刚才的一幕 只不过是她和同伙演得出戏罢了 助手胖胖负责道具 胖胖的妻子安琪负责配音 至于飞舞的铃骨 漂浮的幽灵 全都是胖胖用一线 操作的小把戏而已 这么一点步之前的小道具 却从可怜的母亲手中 骗来了五百块 靠着出色的演技和道具 阿维的生意已经排到了明年 他们三个也过上了优渥的生活 然而胖胖却在这时候 打起了退堂鼓 她厌恶了到处骗钱的生活 想带着老婆 做点震惊生意 阿维急坏了 没有胖胖的道具 她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想方设法给她戴高帽 你是整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我需要你 你看 如果没有你 我们就赚不到钱 要是赚不到钱 你用什么养这么漂亮的老婆 胖胖一听 诶 有道理啊 于是胖胖派至胸部保证 哪怕变成鬼 也一定会帮阿维继续赚钱 胖胖前脚刚走 妻子安琪就迫不及待 和阿维抱在了一起 没错 阿维一向都是朋友妻 不客气 虽说是夫妻 安琪却对这个肥嘟嘟的丈夫厌恶无比 早就想踹掉她 跟着阿维远走高飞了 阿维很着急 她希望安琪能够顾全大局 毕竟没有胖胖的道具 他们一分钱也赚不到 阿维给女人画大饼 再等一年 等他们赚够了钱 她就带着安琪一起走 华丹初上 夜幕降临 三个人来到一家餐厅 享受美味的千层面 胖胖还是如往常一般 粗粗无比 恶心的吃香 让安琪头痛不已 我怎么就嫁了这么一个东西 本来约好三个人要一起去看电影 可安琪却借口不舒服 想吃开胖胖 这样她就能和阿维 好好享受二人世界 可悲的是 胖胖是个宠妻狂魔 一听说妻子不舒服 慌忙丢下餐具 说什么都要去接对面 给妻子买下头痛药 终于支开了这个讨厌鬼 安琪对这阿维 急切表达着爱慕之情 她已经受够了 如果不能跟阿维在一起 她的整个人生都将失去了意义 安琪是如此迷恋阿维 迷恋到可以抛弃一切 可阿维只是把她当作 稳住摇钱树的工具罢了 就在这时候 一位警长找到了他们 很不幸太太 刚才一位卡车司机闯了红灯 而你的丈夫刚好就在人行道上 这幸福来的实在太突然了 这俩货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只是没有了道具师 两个人布置场景时 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很快又到了降临会的日子 阿维对着眼前衣桌的小飞扬 口中念念有词 先是狂风大作 随后是飞舞的灵骨 仍然没有了胖胖 安琪在操控道具时 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这灵骨才敲了几下 就再也飞不起来 阿维有些慌张 只能迅速进行下一个环节 今天要召唤的鬼魂 是客户的丈夫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南版的人偶 然而这人偶飘着飘着就不见了 没有了胖胖 他们实在无法搞定这些道具 眼看着既要穿帮 阿维无比尴尬 他一直想着 如果胖胖还在该有多好 突然 从黑暗中传来一声声诡异的呼唤 众人抬头望去 黑暗中冒出一张无比熟悉的脸 他竟是早已死去的胖胖 我知道你需要我 所以我就来了 好了 今天的小故事就到这里 最后感谢字幕组 二次元的银湖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